自己真是省吃兼用 他的那个生活 苦行深的生活 可是他帮助别人 一点都不吝啬 旧金山的大学连世 买那个房子的时候 我在美国 那个房子当时 美金七十万 他们只筹到三十万 谈产法司就帮助他四十万 像这样的事情 他老人家常常干的 钱拿出来跟着之后 绝对不会再问 不会再问 你钱怎么用 不吻不吻 只交代一句话 各人应骨 各人负责 这句话叫的好 如果你用的不妥当 你将来堕地狱 不会怪他 为什么 他已经告诉我了 我自己做错的 你用的好 你用的很正大 你将来到天堂 你也会感激他 是他教的 就叫这句话 福州 福州好像西禅寺 是他出家的地方 他好像拿了好几百万美金 都是一句话 绝不过问 一点不操心 所以他心是定的 心是近的 如果我们拿了钱 还要常常去操心 他到底做些什么 那你纵然得佛报 享福的时候 也有很多的烦恼 我说心不清洁 这也是给我们做实现的 好榜样 下面一个问题 现在学校里 学生扩本特别多 没有用的 每学期都有学不住的书 而且书上的文字特别小 中小学生都要戴上近视眼镜 对学生的眼睛有害 怎么能够把这些人的思想观念转过来 让他们有责任性 这个是主管教育的 他们的责任 他们怎样帮助这些学生 真的有善心去帮助 他们来生生生世世 智慧增长 如果他们对这些小孩的时候 照顾不周到 对他们有害了 那将来他们的果报 我们晓得生生世世 愚痴 如果叫做眼睛受害 将来他们的果报 那眼睛就砸不开了 得无眼睛的果报了 或者是一生都会有眼睛的毛病 他有这个果报 墨后一个问题 他说 若学佛者见别人做错事 见做随喜 这样不不不应酷 不应酷 他做错事情的时候 你随喜的时候 这是错误的 你不应该随喜 他做的好事应该随喜 因做错事的人 不觉悟 还经常让你承认他做的对 人明知他做错了 也不敢说 否则和生活工作 有一些会不和谐 产生矛盾 这样会有什么夜报 怎样随顺 这种愿意 随身要有智慧 不是感情 如果觉得 做错事情这个人 他还能有觉悟的 这个机遇 那你可以暂时 耐心 随身顺着他 顺着他做错 终极的目标 你是要让他救 让他自己真的救他自己错了 再回头 这是行菩萨道 这是善行 真正帮助一个人 绕死 所以这要有智慧 要有善巧方便 没有智慧 没有善巧方便的 那就很不容易帮助他了 不如回过头来 自己好好休息 自己修行有成就了 以后再见面 他尝到了国报的裤头 看到你修行得福 说不定他就回头了 所以总要在自己正干 才能真正的收到 利益众生的效果 自己没有修成功 帮助别人 总是有限的 下面还有三个问题 现在时间到了 这三个问题留在 我们下一个星期五 再接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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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应该简短的呢 尽量把时间缩短 希望都能够解答完 首先是北京同学的提问 他有四个问题 第一个是怎样判定念佛是否得力 如果您有四个问题